最新一期的《奔跑吧》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 其实孟子义和周深的这段互动还是挺有趣的 聊了聊不会唱歌的人对唱歌好听的人的看法 聊了聊普通人和歌手对假唱的看法 零妖 这段互动呢 建议大家去看看原片 时间是在一小时29分08秒的时候 孟子义一开始的时候 演唱了一段周传雄的歌曲《冬天的秘密》 实话实说 一开始我也莫听出来是《冬天的秘密》 主要孟子义跑调太夸张了 周深厚来表示自己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那么孟子义就很好奇 魏石魔没有听过 听一遍就会唱了 这也太厉害了 实际上当时周深的反应是很真实的 因为对于他而言 或者说对于大多数歌手而言 这的却不算厉害 但是对于学歌曲困难的朋友而言 就比较困难了 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和弦 但是脑袋里面对和弦有助清楚 认知的却没有多少 歌手们大都知道一首歌曲的具体和弦走向 哪怕是vocal歌手 即使本身乐理知识差劲 但是凭借强大的乐感也能够知道一句歌词如何演唱 并且第一时间背下来 另外 更多时候基本能够大概猜出来下一句会怎么唱了 原因就是 乐坛大多数的作品的和弦走向是固定的 所以 我完全能够明白为和周深听到孟子义夸他的时候 是那样一个反应 02 另外周深和孟子义实际上还讨论了假唱 只是 对于孟子义而言 他的名字是 海音 当时孟子义直接就问周深了 你们不可以海音吗 其实海音的意思就是假唱 把收录的声音信号重新还原卫声音 实际本身并不是歌手直接演唱的声音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的是 对于孟子义这样的飞歌手而言 问出这样的问题 其实就意味著 娱乐圈海音是很常见的 当然 周深的回答是 我不太喜欢这样 其实纵观目前很多的场合 周深除了一些特别的官方场合以外 大多数时候都是真唱 因为对他而言 除非状态特别特别差劲了 否则几乎不可能出现大的车祸现场的 最多也就是小走音而已 所以 娱乐圈下线其实挺低的 但是歌手圈对假唱的态度 普遍还是比较一致的 03 最后 则是关于音乐圈地位的讨论 这里其实孟子义给周深挖了坑 当然 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恶意 纵横中国音乐圈 你觉得谁能跟你媲美 当然还好 周深并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歌手 反倒是说自己应该多向前背学习 只是这个时候 一旁的张真元说了一句 我就向周深歌学习 就相当于向所有的前辈都学习 张真元的一段话 却表明周深的实际地位 其实能看出来 在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 周深的地位真的不低 张真元已经是非常年轻的偶像了 之后的他 大概绿走的也是演戏和音乐两条路 所以周深在Vocal路线的发展 是所有的非创作歌手都值得去学习 因为他现在的却很成功 看看QQ音乐歌手榜 我们就该知道 周深已经来到了第五名 排名仅次于周杰伦 林俊杰 陈奕迅和薛之谦 年轻一代歌手 走Vocal路线的 有多少能够到这个位置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周深因为被怀疑是卧底的身份 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他极力辩解 却因为过于活跃的表现 让人更加怀疑 在某一环节中 他突然大喊自己是卧底 这一举动非但没有打消大家的疑虑 反而让观众更加确定了他的身份 他的队友门惊得目瞪口呆 而观众们则被他的自暴行为斗得哈哈大笑 周深的综艺感爆棚 让观众们重新认识了他 作为歌手的周深才华横溢 唱功了得 在节目中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综艺天赋 他的表现欲旺盛 甚至有些过分 但正是这样的周深 才让观众们忍俊不惊 他在节目中的一系列搞笑表现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纷纷表示期待他在未来的综艺节目中继续发光发热 周深在《奔跑吧》中的表现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和关注 他的搞笑举动和独特的综艺风格 让人们看到了他不同的一面 不少网友表示 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 直呼他是综艺鬼才 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周深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的最好肯定 总的来说 周深在《奔跑吧》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独特魅力和强烈的综艺感 让他成为了观众们心中的综艺鬼才 相信在未来的综艺节目中 周深将继续展现出他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欢笑和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未来的节目中继续发光发热吧